下主任 陳主委 各位朋友大家好 1894年 行香山是輕忠會成的 1894年對我現在就剛剛117年 輕忠會 同盟會 國民黨 中華革命黨 中國國民黨 今天在這裏有個機會可以跟大家說話 但在我老是吉祥罵我 不知道他罵我什麼 孫中山當年在海外搞革命 香港是革命思想的發源地 革命宣傳的重振 革命組織的起點 和革命起義的基地 我在今年年頭到現在 總共去了35間中學黨 身外革命與英文 特別提到就是這個民主政治 在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建立的基礎 今天中國國民黨面臨這個極大的挑戰 就是究竟馬英九能否連任 大家比較關心 剛才夏主任在跟大家打氣 拉票 但今天你請我來講話 我是講歷史的 1894年的中國是什麼情況呢 孫中山在輕忠會宣言裏面 我們要求的一段很清楚 中國積弱至今極弱 上則隱循苟且粉食虛張 下則蒙昧無知 鮮冷暖淚 堂堂華國不恥於外邦 仔仔衣冠 披輕於移軸 有志之時能不同心 今天坐著國民黨的同志 你有沒有去讀一下這段輕忠會宣言 再看看今天的中國大陸 和孫中山先生當年的情況 真是不惡多樣 作為一個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在慶祝黨慶的時候 如果你不能夠空懷全中國 你不能夠勉懷孫中山當年革命的精神 只是著重於選舉 我覺得是意義不達 今天的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台澎金馬 已經為中華民國 中華民族樹立一個最好的榜樣 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 民主政治在台灣 已經不是一個要犧牲性命 去奮鬥的目標 相反在香港 我們都繼續 要為這個民主政治去奮鬥 甚至是犧牲自己 在中國大陸 動輒就被人抓去坐牢 今天香港的民主派投共 是不是 你台灣的國民黨 就不可以投共 這個是中國人的希望 如果你作為現在中華民國的政政黨 你對孫中山沒有辦法計之物事 然後你現在投共 你以為和平可以通過投共得到嗎 當然可以 兩岸和平是很重要的 但這個和平的基礎 一定是民主的 今天台灣已經經過兩次政黨輪替 誰做總統 是人民主席 無獨有偶 在2012年 香港有個行政長官選舉 兩個候選人都叫做阿英 唐英明 梁振英 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兩個候選人都叫阿英 馬英九 蔡英文 我最近在學校中學演講的時候 我特別舉這四個阿英 我說香港兩個阿英 你是沒有人選的 因為你沒有投票的 是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產生的 我在跟大家說 這個小圈子選舉 2012年行政長官 由一個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 是民主黨去年6月25日 在立法會投票通過的 今天民主黨不是要參加這個特首選舉 接著批評這個選舉的小圈子選舉 這些就叫做政棍 對不對 各位 你去年支持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 由一個1200人的小圈子產生 今天你批評這個小圈子選舉 但是台灣就不同 台灣的總統選舉 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是1500萬人去投票 香港的行政長官選舉 是1200人去投票 台灣的民主政治 作業為中華民族 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 對不對 對嗎 對 只是這一點我們已經覺得很驕傲 是不是 如果你問我 我作為一個黨外人士 出這個總統誰贏 我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但是今天我在中國國民黨的黨戲裡面 我不能夠說我會支持民進黨 我沒有可能支持民進黨 我反台獨 我怎麼會支持民進黨 但是如果從一個民主政治 已經變成一個生活方式來說 這個是人民的選擇 人免最大 所以我們身在香港 今天我很高興見到 國民黨在香港的朋友 可以有個這樣的罪悔 在90年之前 小弟都是國民黨的黨員 但是李登輝 做了國民黨主席之後 我覺得他會搞台獨 所以我就退出國民黨 但是我們仍然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 到今天為止 我開了35間中學講 辛亥革命與香港 有哪位香港的樂法會議員 或者親中華民國的團體 有人可以做這35場演講的中學 我盡了我自己的責任 盡了我作為一個孫中山先生的信徒 一個在大學裡面 教三民主教了13年的人 我盡了我自己應該盡的責任 就是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知道什麼叫做民主 各位朋友 今天講的說話 有些人未必適合聽 但是我想跟大家講 溫固之身 以史為驚 歷史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讀辛亥革命的歷史 你沒辦法得到啟示的就是 民主才是革命最終的目的 人民才是革命最終的目的 孫中山先生當年搞革命很有野心的 他是要把民族革命 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 不其功於一役 民族革命就是 在慶眾會同盟會的宣言裡面 講得很清楚的 驅除塔路恢復中華 這個就是民族革命 結束這個滿清義族的統治 這個是民族革命 建立民國就是政治革命 由一個君主國變成一個共和國 這個是政治革命 共和國就是人民的國 人民的國就是由人民當家作主 恢復中華 驅除塔路恢復中華 建立民國跟著是平均地權 平均地權是社會革命 今時今日香港地產霸權 我們最希望就是 用孫中山那道民生主義 平均地權 帳價歸功 照價收買 這些就是針對資本主義 土地壟斷 集中的一個做法 這個是社會革命來的開玩笑 孫中山的室內革命 就是將民族革命 政治革命 社會革命 不其功於一役 但是結果是失敗的 唯一成功的就是結束二族統治 政治革命是失敗的 各位 社會革命有失敗的 一直要到台灣 五十年代開始生罪教訓 搞地方自治 平均地權 土地改革 跟著慢慢 循序漸進的民主 八十年代中 第一個反對黨民主中 對普黨 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教師折承來 那時還是有黨禁的 各位朋友 中華民國那時還是用 動員 堪戀時期 臨時條款 台灣是戒嚴的 人民不得組織政黨 民進黨 偷暴成立 違法成立 那些人去問蔣經國 怎麼辦 蔣經國說 時代在變 潮流在變 環境也在變 1987年宣布解除黨禁 大家要看這些事實 民進黨成立十四年之後 在公元二千年 陳水變相對多數 擊敗國民黨 和宋楚瑜 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第一個反對黨的總統 做了八年貪污腐敗 因為政治不收 人民用選票推翻他 08年馬英九到七百多萬票 這是第二次政黨輪體 經過這三年的執政 馬英九的評價 有好有壞 總的來說 他最大的功績 就是改善了兩岸關係 各位 馬英九在2011年 12年是否可以繼續編任 是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決定 如果你問我 他在這三年多 無論在兩岸關係 或者經濟成長 他都是可以說 能夠交代到 他當時參選的時候 那個承諾 但畢竟台灣 是一個很政治化的社會 本土意識又非常強 現在兩個人的民意調查 非常接近 但是我個人 都仍然覺得 馬英九連任的機會 相對是比較高的 今天我們在香港慶祝中國國民黨 一百一十七週年的黨慶祝 我們身在香港 我們又很清楚 我們在海外對中華民國的支持 對中國國民黨的支持 這個是完全無私的奉獻 今時今日 在香港的國民黨 和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 已經差很遠 這個是和台灣整個政治形勢發展有關 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李登輝做了國民黨主席之後 基本上就放棄了海外 所以 海外的華僑 到今天為止 仍然對這個中華民國這麼忠誠 對中國國民黨這麼支持的 這個是我們的驕傲 你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收不收貨 你敢不敢因 是你的事 因為革命是來自海外的 第一個革命組織是譚香山 一八九四年 香港興中會一八九五年 對不對 沒有海外 華僑就沒有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的總統不能亡本 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馬英九也都不能亡本 對不對 我這些說話 但我還是國民黨黨員的時候 我到處演講 我都講了你 不是今時今日才講 對不對 我們曾經講過 就算你國民黨不反告 我們都會繼續反告 我們反對的是一島專政 對不對 我們要將台灣 將中華民國民主政治 終有一天要在中國大陸開花結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華條來革命之母